再看到碑南族艺术家陈冠年的灵界点画展在台中市艺文中心盛大展出 而陈冠年将以绘画的方式展现碑南族与神灵连结的器物或是植物、人连结日常 也希望透过作品可以让更多人来认识碑南族的传统信仰以及文化 战期到1月28号也欢迎民众前来观赏 乌喜在碑南族传统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从鸟瞻、竹瞻到梦境 身为巫师组的后裔 陈冠年以绘画的方式呈现碑南族普雍马的无喜文化 其实我觉得我跟祭司他们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都是透过主流的 就是等于是说我们只是他们的手 我们来传递他们的信息 在我的个人很多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这方面的体验特别深 往往有构想 可是在画的这个过程当中 这往往会变成就是说 他已经就是说 画出不是我能力可以画出来的东西 北南族画家陈冠年是早期少数接受正规西化教育的原住民族油画家 擅长写实与抽象兼具的表现方式 在人物的刻画也相当细腻且充满情感 透过绘画创作 他将那些默默守护传统信仰的身影一一记录下来 我跟祭司一样都有一种使命在身 我必须去做这个 把我们自己这种最传统的文化 去做一种很正面的让大家来了解 往往在外界都有很多的误解 他认为我们这些部落 就是这种传统的古老的这一样子的乌西文化 认为是一种乌术术 是在害人的乌术 往往在外面都是这样子的一种看法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事情 在现实的环境中 我们的年轻人 他们已经对我们自己的文化 好像他们已经不感兴趣 或者说他们都没有看到这些东西 所以对内有希望乌术文化 然后引起他们再重新认识 重新了解这么好的乌术传统 北南族普悠玛的乌西文化 相对于宇宙观 人观 随时记忆等 是相当重要的传统信仰文化 而随着时代的变迁 原本新盛的乌西文化逐渐凋零 陈冠年老师透过绘画的创作 除了让一般大众能够了解 北南族乌西文化之外 最重要的是 让北南族的下一代 对于自己的传统信仰 文化也有更多的证实及了解 记者杨吉萱台东市报道